我的名字叫梁偉倫 我是隸屬於香港的SOA 我已經拿了銅章、銀章和金章 我現在的工作其實是Managing Director 最初我隔壁的同學告訴我 拿完金章可以去港督府 參加銅章和銀章 其實我很短時間之內已經完成了 但是到後期才發現 目標只不過是其中一個原因 反而重要的是享受的過程 於是今章我就用了頗長的時間 去在過程中學到很多東西 在Expedition上 可以令我學懂得耐耐和堅持 至於在Service上 就會令我感受到可以幫到人 其實就等於幫到自己 在AYP上學到的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就是逆地而處 在跟其他隊友一起行Expedition 做Service as a Teamwork 到現在我對我的員工 其實去盡量代入別人的身份 去想一些事情 都可以令到很多事情 很容易得到一個比較正面的結局 AYP對我的人生規劃 其實一定是一個很正面的幫助 最初其實都是因為AYP 我才會發展這個事業 AYP吸引人之處 最低限度吸引我 至到現在為何還會繼續堅持呢 都是因為一路以來覺得 就是我幫人之後的感覺很正 由十幾歲到現在都是 幫到人的感覺 不是說你錢可以衡量得到的 自從參加了AYP 令到我接觸多了大自然之後 就更加令到我自己 在大自然之間的渺小和不足 於是就有一股動力 令到我繼續去學多些東西 懂多些東西 去了解多些東西 所以這個魅力 我相信就不會減退下來 因為人的不同階段 都要學不同的東西 面對不同的東西 所以那個魅力所在可以這樣說 真是令到我怎樣了解我自己 和了解到周圍身邊的朋友 從而令到人生更加精彩 AYP對我來說 其實就是開啟人生之門的一條鑰匙